63岁卡塔尔太后土豪把整个秀场搬回家,衣橱款式比商场都全。 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后,很多网友才知道这个国家简直可以说富得流油。 其中最耀眼的女眷就是63岁的莫扎太后,容颜倾国倾城才貌双全,坦称全球女性的典范。 63岁的卡塔尔太后真是土豪,把整个高定秀场都搬回家,衣橱的款式居然比商场都全。 看来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,莫扎太后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,每次亮相都穿金带银像集了圣诞树。 整个中东地区都以保守著称,女性地位更是低到了尘埃里。 但是莫扎却特立独行,对时尚和投资有着敏锐的目光,对奢侈品行业更是情有独钟。 时装专家桑德拉威尔金斯认为,莫扎太后是一个谦虚又时髦的领导者,同时有种不怒自威的霸气态,可以时尚又潮流。 但是莫扎太后却充满边界态,因为宗教信仰的问题,中东女性出门都要离三层外三层,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。 然而莫扎太后却打破这一传统,倡导女性追求自我,频频打破中东传统。 整个中东地区都负得流油,莫扎太后作为卡塔尔王室的掌权者,当然也以土豪著称。 衣橱里堆满各种奢侈品包包和礼服,简直把整个高定秀场都搬到自己家里,甚至可以用毫无人性来行。 根据卡塔尔媒体爆料,莫扎太后最喜欢买买买,很钟爱秀场同款礼服。 无论是华伦天奴还是提夫妮,莫扎太后都有股份,时尚眼光极其敏锐。 当然莫扎并非百分之百兆般秀场服饰,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小加工,毕竟很多款式不适合中东地区。 都说伊丽莎白女王是彩虹老太太,莫扎太后也是如此,所有颜色的礼服都能轻松驾驭。 最终爱的还是香奈儿高定礼服,穿在莫扎太后身上高贵优雅,甚至比模特都要惊艳。 为了搭配奢华的礼服,会佩戴同色系的头巾,已经根据当天的心情选择珠宝。 翻开莫扎太后的衣橱,简直可以用琳琅满目来形容,款式甚至比商场都要多。 作为卡塔尔乃至中东最尊贵的女人,莫扎从来不会委屈自己,也很注重形象管理,力求把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。 此外,莫扎太后也经常宠幸华伦天奴,这个以奢华著称的品牌,在莫扎太后身上焕发新生。 卡塔尔太后喜欢金光闪闪的东西,很多高定礼服上镶嵌了很多钻石,从头到脚都是金光闪闪。 跟大多数的败家女人不同,莫扎太后在购买奢侈品的同时,也发现了很多商机。 作为国王的二房,莫扎的人生经历堪称传奇,将卡塔尔从一个穷乡僻扰,一跃成为全球天然气大国,几乎所有公民都得到了实惠。 在莫扎的世界观里,奢侈品是一个巨大的产业,也可以为女性提供很多就业岗位。 显然卡塔尔地区富得流油,很多高冷的奢侈品品牌都要屈尊降贵讨好这里的女性。 莫扎太后眼光不道,建立了奢侈品销售公司,年成交额高达8亿美元。 卡塔尔太后拥有多家奢侈品的股份,再加上超高的颜值和绝美的气质,简直就是一张活名片。 即使全球经济遇冷,莫扎太后还是出手,低价收购了很多股份,并且入股LV公司。 此外,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公司,也有莫扎太后的入股,如此精准的投资目光,简直可以躺着赚钱。 除了在奢侈品行业如鱼得水外,莫扎太后还成立了卡塔尔基金会,经营成一个庞大的非盈利组织。 教育、科技和医疗方面都有了极大的改善,国家红利分到了每个公民的头上。 此外,莫扎太后很注重教育,一连成立了12所高校,为卡塔尔培养了无数人才。 很多毕业生都得到了重力,刚刚走出校门,就担当起奢侈品设计师的工作。 更为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是,莫扎太后解放了卡塔尔女性的思想,鼓励她们走上工作岗位,减少对男性的依赖。 虽然暂时女性的薪酬还很低,但是总算是卖出了关键的赢。 很多卡塔尔的女学生,都很感谢莫扎太后的付出。 虽然现在我们人为言轻,但是至少女性可以出来工作,地位也有所提高。 卡塔尔太后注定是一位传奇女眷,对整个国家都有巨大的贡献。